想结合它是联系着中国的哲学传统发展起来的 往后我们将会看到佛教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有某些相似之处 中道宗与道家哲学相互作用产生了禅宗 禅宗虽是佛教同时又是中国的 禅宗虽是佛教的一个宗派 可是它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佛学的一般概念 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有些人为佛经的汉译做了巨大的努力 小臣大臣的经文都翻译过来了 但是只有大臣在中国的佛学中获得永久的地位 总的说来大臣佛学对中国人影响最大者是他的宇宙的新的概念 以及可以称为他的形上学的副的方法 对这些进行讨论之前必须首先考察一下佛学的几个一般概念 虽说佛教有许多宗派 每个宗派都提出了某些不同的东西 可是所有的宗派一致同意他们都相信 夜的学说 夜通常解释为行为动作 但是夜的实际含义更广不直线于外部的行动 而且包括一个有情物说的和想的 照佛学的说法宇宙的一切现象或者更确切的说一个有情物的宇宙的一切现象都是他的心的表现 不论何时他动他说以至于他想这都是他的心做了点什么 这点什么一定产生他的结果无论在多么遥远的将来 这个结果就是夜的报应 夜是因报是果 一个人的存在就是一连串的因果造成的 一个有情物的今生仅只是这个全过程的一个方面 死不是他的存在的终结而只是这个过程的另一个方面 今生是什么来自前生的夜今生的夜决定来生是什么 如此今生的夜报再来生来生的夜报再来生的来生已至无穷 这一连串的因果报应就是生死轮回 它是一切有情物的痛苦的主要来源 照佛学的说法这一切痛苦都起于个人对事物本性的根本无知 宇宙的一切事物都是心的表现 所以是虚幻的暂时的可是无知的个人 还是渴求他们迷恋他们 这种根本无知就是无明 无明生贪嗔痴恋由于对于生的贪恋 个人就陷入永恒的生死轮回万劫不复 要逃脱生死轮回唯一的希望在于将无明换成觉悟 觉悟就是泛雨的菩提 佛教一切不同的宗派的教义和修行都是试图对菩提有所贡献 从这些对菩提的贡献中个人可以在多次再生的过程中积累不再贪恋什么而能避开贪恋的夜 个人有了这样的夜期结果就是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这种解脱叫做涅槃 那么涅槃状态的确切意义是什么呢 它可以说是个人与宇宙的心的统一或者说与所谓的佛性的统一 或者说它就是了解了或自觉到个人与宇宙的心的固有的统一 它是宇宙的心可是以前它没有了解或自觉这一点 佛教的大臣宗派中国人称作信宗的产发了这个学说 在信宗中信和心是一回事 在产发之中信宗将宇宙的心的观念引入了中国思想 所以信宗可以为School of Universal Mind宇宙的心宗 佛教大臣的其他宗派如中国人称为空宗又称为中道宗的 却不是这样描述涅槃的 他们的描述方法我称之为父的方法 二帝义 中道宗提出所谓二帝义及二重道理的学说认为有普通意义的道理及俗地 有高级意义的道理及真理 他进一步认为不仅有这两种道理而且都存在于不同的层次上 于是第一层次的真理在高一层次就只是俗地 此宗的大师吉藏五百四十九六百二十三年描述此说有如下三个层次的二帝 L 普通人以万物为实有而不知无 诸佛告诉他们万物实际上都是无空 在这个层次上说万物是有这是俗地说万物是无这是真理 二说万物是有这是片面的但是说万物是无也是片面的 他们都是片面的因为他们给人们一个错误印象 无只是没有了有的结果 殊不知事实上是有同时就是无 例如我们面前的桌子要表明它正在停止存在并不需要毁掉它事实上 它无时无刻不是正在停止其存在 其原因在于你开始毁桌子你所想毁的桌子已经停止存在了 此一刻的桌子不再是前一刻的桌子了 桌子只是看着好像前一刻的桌子 因此在二地的第二层次上说万物是有与说万物是无都同样是俗地 我们只应当说不片面的中道在于理解万物非有非无 这是真谛 三但是说中道在于不片面即非有非无 意昧昧着进行区别 而一切区别的本身就是片面的 因此在第三层次上说万物非有非无说不片面的中道即在于此这些说法又只是俗地了 真谛就在于说万物非有非无而又非非有非非无中道不片面而又非不片面 说见二地章卷上载大藏经卷四十五 有以上所用的有无二字 当时的思想家可以看出或者感到佛学讨论的中心问题 与道家讨论的中心问题有相似之处都是突出有无二语 当然一深入分者就知道这种相似在某些方面是表面的相似 可是在道家将无说成超乎形象佛家将无说成非非的时候却是真正的相似 还有一个真正相似之处佛教此宗与道家所用的方法以及用这种方法所得的结果都是相似的 这种方法是利用不同的层次进行讨论 一个层次上的说法马上被高一层次上的说法否定了 我们在第十章已经看到庄子其物论所用的也是这种方法 他就是以上刚才讨论的方法 一切都否定了包括否定这个否定一切就可以达到庄子哲学中相同的境界就是忘了一切 连这个忘了一切也忘了 这种状态庄子称之为作望 佛家称之为涅槃 我们不可以问佛教此宗涅槃状态确切地是什么 因为照他说的达到第三层次的真谛就什么也不能说了 森照的哲学 公元五世纪在中国的佛教此宗大师之一是洪摩罗时 他是印度人出身的国家则在今新疆省内 他于401年到长安 经陕西省西安 在此定居直到413年逝世 在这13年中他将许多佛经意味汉文 教了许多弟子 教了许多弟子 其中有些人很出名很有影响 这一章 只讲他的两个弟子 森照和道生 森照 三百八十四四百一十四年 经兆 京西安附近 人 他先研究老庄后来成为哥摩罗时弟子 他写了几篇论文后人集成一集称为 照论 照论 第二论是 不争空论 其中说 然则万物果有其所以不有有其所以不无 故虽无而非有有其所以不无故虽无而非无 所以然者夫有若真有有自常有其呆缘而后有灾辟 比真无无自常无其呆缘而后无也若有不能自有呆缘而后有 者故知有非真有 万物若无则不应其其则非无 欲言其有有非真身欲言其无是相即行 相行不及无 非真非实有 然则不真空亦显于自已 见大藏经卷四十五 照论的第一论题为 物不千论 其中说 夫人之所谓 夫人之所谓动者以习物不至今故曰动而非进 我之所谓静者亦以习物不至今放曰静而非动 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 求相物于相于相未常无则相物于今于今未常有 是未习物自在习不从今已至习今物自在今不从习已至今 果不聚因因因而果 因因而果因不熄灭果不聚因因不来今 不灭不来则不千知致明以 同上 意思就是说万物每刻都在变化 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存在的任何事物实际上是这个时刻的新事物与过去存在的这个事物不是同一个事物 物不千论 中还说 梵智出家白手而归零人见之曰 习人尚存乎 梵智曰 无由习人非习人也 梵智每时每刻存在着 此刻的梵智不是从过去来的梵智 过去的梵智不是从现在回到过去的梵智 从每物每时变化来看 我们说有动而无静 从每物此时 上再来看 我们说有静而无动 森照的理论具体化了第二层次的二帝 在这个层次上说万物是有是静 说万物是魔是动都是俗帝 说万物非有非无非动 非静是真帝 森照还提出了论证具体化了第三层次 及最高层次的二帝 这些论证建于 兆论 的 班若无知论 森照把 班若 描写成甚至可视他又说甚至实际上是无知 因为要知某一事物就要选出这个事物的某一性质以此性质作为知的对象 但是甚至是要知无它超乎形象没有性质所以无根本不能成为知的对象 要知无只有与无同一 这种与无同一的状态就叫做涅槃 涅槃和班若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正如涅槃不是可知之物班若是不知之之说见 班若无知论 宰大藏经卷四十五 所以在第三层次上什么也不能说只有保持静默 到生的哲学 森照三十岁就死了否则他的影响会更大 到生 四百三十四年促 据路 京河北省西北部 仁玉居彭城 在京江苏省北部 与森照在洪摩罗石门下同学 他学石渊博引物尔雄便据说讲起佛学来玩时未知点头 晚年在庐山讲学 庐山市当时佛学中心高森儒道安 三百八十五年促 慧远四百一十六年促 都在那里讲过学 道生提出许多理论又心又革命 并曾被一些保守的和尚赶出了南京 道生提出的理论中有 善不受报 一原文已失传 森五百一十八年促 编德 洪明及收友会员的 明报应论 这篇论文可能代表道生观点的某些方面 因为他也讲善不受报 其总的思想是将道家 无畏 无心 的观念应用于行上学 无畏的意思并不是真正摩索作为而是无心而畏 只要遵循无畏无心的原则对于物也就摩索贪恋迷值 即使从事各种活动也是如此 既然 也 而受报是由于贪恋和迷值 现在没有贪恋和迷值 当然 也 不受报了 洪明及 卷五载 大藏经 卷五十二 会员的这个理论 无论与道生原意是否相同 也是道家理论向佛家行上学的扩展 道家的 无畏 无心 原来只有社会伦理的意义进入了佛学就有行上学的意义了 这一点是很有趣的 由此看来它确实是中国佛学的一个重要发展 后来的禅宗就是遵循这个发展而发展的 道生提出的理论中还有 顿悟成佛 一元文艺师传谢灵运 四百三十三年促 的 辩宗论 阐述了道生此意 顿悟成佛的理论与见修成佛的理论相对立 后者认为只有通过逐步积累学习和修行及通过积学才能成佛 道生谢灵运都不否认积学的重要性 但是他们认为积学的功夫不论多么大也只是一种准备功夫积学的本身并不足以使人成佛 成佛是一瞬间的活动就像是越过鸿沟 要摩世一跃成功达到彼岸刹那之间完全成佛要摩世一跃而失败仍然是原来的凡夫俗子 其间没有中间的步骤 顿悟成佛 意的理论根据是成佛就是与无同一也可以说是与宇宙的心同一 由于无超乎形象 无自身不是一物 所以无不可能分成一部分一部分 因此不可能今天修的他的一部分明天修的他的另一部分 同一就是与其全体同一 少了任何一点就不是同一 关于这个问题谢灵运与其他人有许多辩论辩宗论都有记载 有个和尚名叫森维问道学者若已经与无同一当然不再说无了 但是他若要学无用无除掉有那么这样学无 岂不是见物的过程吗 谢灵运回答道学者若仍在有的境界中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学不是物 当然学者要能够物必须首先致力于学 但是物的本身一定是超越了有 森维又问学者若致力于学希望借此语 无同一他是否会逐渐进步呢 如果不逐渐进步他又何必学呢 如果是逐渐进步起步就是见物 妈谢灵运达至利于学在压制心中的污垢方面会有积极效果 这样的压制好像是消灭了污垢实际上并没有消灭 只有一旦顿物才能幻至同境 森维又问学者若致力于学能否语 无赞痛呢 如果能够赞痛也甚于完全不同 这起步就是见物妈谢灵运达这样的赞同只是假同 真同在本性上是永久的 把赞同当成真同就跟把压制心中的污垢 当成消灭心中的污垢是一样的谬物 辩宗论 附有道深的达王位君书 这封信完全赞成谢灵运的论点 辩宗论 载载道宣 5966667编的 广宏明集中 卷十八载 大藏经 卷五十二 道深环有一个理论主张 一切众生末不是佛意皆涅槃 法华经书 及每个有感觉的生物都有佛性或宇宙的心 他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也失传了他这方面的观点 还散见于几部佛经的著书里 从这些著书看来他认为众生都有佛性只是不认识自己有佛性 这就是无明 这种无明使知现人生死轮回 因此他必须首先认识到他有佛性佛性是他本性里面本有的 然后通过学习和修行自己见自己的佛性 这个 见 便是顿悟因为佛性不可分 他只能见其全体或是毫无所见 这样的 见 也就意味着与佛性同一 因为佛性不是可以从外面看见的东西 这个意思就是道生所说的 反弥归集归集的本 涅槃经集解 卷移的本的状态就是涅槃的状态 但是涅槃并不是外在于迥异于生死轮回 唯佛性也不是外在于迥异于现象世界 一旦顿悟后者立刻就是前者 所以道生说 夫大臣之悟本不尽舍生死远更求之也 思在生死是终极用其十位物以 与初生造为摩金柱卷七佛家用到彼岸的比喻表示的涅槃的意思 道生说 言到彼岸若到彼岸便是未到 未到非莫到方是真道 此案生死彼岸涅槃 同上卷九 他还说若见佛者未见佛也 不见有佛乃未见佛而 同上 这大概也就是道生的佛无、净土、论的意思 这是他的又一个理论 佛的世界就正在眼前的这个世界之中 有一篇论文题为 宝藏论 传统的说法说是森照所做很可能不是他做的 其中说 譬如有人于精气藏中常观于晶体不笃众像 虽笃众相亦是一晶 既不为相所感及离分别 常观晶体 无有虚谬 欲比真人一负如是 大藏经 卷四十五 意思是说 假设有个人在铸藏精气的宝库内看见了精气 但是没有注意精气的形状 或者即使注意了精气的形状 他还是认出了他们都是精子 他没有被各种不同的形状所敏感所以能够摆脱他们的表面区别 他总是看得出他们内涵的本质是精子而不为任何幻象所苦 这个比喻说明了真人是什么 这个说法可能不是出于森照但是作为比喻后来佛家经常使用 佛性的实在性本身就是现象世界正如精气的本身就是精子 现象世界之外别无实在性正如精气之外别无精子 有些人由于无明只见现象世界不见佛性的实在性 另有些人由于觉悟见到佛性但是这个佛性仍然是现象世界 这两种人所见的都是同一个东西但是觉悟的人所见的与无明的人所见的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这就是中国佛学常说的弥则未凡物则未胜 道生的理论中还有异产提人即反对佛教者皆得成佛意 这本是一切有情皆有佛性的逻辑结论 但是这与当时所见的涅槃经直接冲突由于道生提出此意就将他赶出首都南京 若干年后当大本涅槃经一出后其中有一段证实了道生此意 慧脚五百五十四年促在道生的传记中写道 十人以身推产提的佛词与有据顿物不受报等十亿宪章 高森传卷七 慧脚还告诉我们道生曾说 夫相以敬意得意则向望言以权理人理则言习 若望全取于是可语言道以 童上 这也就是庄子说的 犬者所以在于得于而望 全取者所以在兔的兔而望提 庄子外物 中国哲学的传统把用词叫做 言权 按照这个传统最好的言说是 部落言权的言说 我们已经知道在极藏二第一中到了第三层次简直无可言说 在第三层次也就没有落入言权的危险 可是道生说道佛性时他几乎落入言权 因为他把他说成了心 他给人一种印象定义的限制还可以加之于他 在这方面他是受了涅槃经的影响 涅槃经很强调佛性 所以他接近信宗宇宙的心宗 由此可见在道生时代 已经为禅宗做了理论背景的准备在下一章 便知其详 可是禅宗的大师们仍然需要在这个背景上把本章所讲的各项理论 纳入他们的高浮雕之中 在以上所说的理论中也可以发现几百年后的新儒家的萌芽 道生的人皆可以成佛的理论是我们想起孟子所说的 人皆可以为尧顺孟子告子下 孟子也说 尽其心者知其信也 知其信则知天矣 孟子尽心上 但是孟子所说的 心、性 都是心理的 不是行上学的 沿着道生的理论所提示的路线及与心性以行上学的解释就达到了心儒家 宇宙的心的观念是印度对中国哲学的贡献 佛教传入以前中国哲学中只有 心、没有、宇宙的心 道家的 道 虽如老子所说是 玄之又玄 可是还不是 宇宙的心 在本章所讲的时期以后 在中国哲学中不仅有 心、而且有 宇宙的心 中国哲学简释 冯友兰 禅宗静默的哲学 轰、目录 第二十二章禅宗静默的哲学 禅、或、禅那 是梵文 Payana 的音译原意是陈思静律 佛教禅宗的起源按传统说法 为佛法有 教外别传 除佛教经典的教义外 还有 以心传心不立文字 的教义 从释迦牟尼佛直接传下来 传到菩提达摩 据说已经是第二十八代 达摩于良武帝十约五百二十五百二十六年到中国为中国禅宗的出祖 禅宗传述 达摩将新传传给慧可 四百八十六五百九十三年为中国禅宗二祖 如此传到五祖宏人 六百零五六百七十五年 他有两个大弟子分裂为南北二宋 神秀七百零六年促创北宗慧能六百三十八七百一十三创南宗 南宗不久超过了北宗慧能被认为六祖 禅宗后来一切有影响的派别都说他们是慧能的弟子们传下来的参见道员传登陆卷一 这种传述的早期部分可靠到什么程度是很可怀疑的因为还没早于十一世纪的文献支持他 本章的目的不是对这个问题做学术的考证 只说这一点就够了现在并没有学者认真看待这种传述 因为中国禅宗的理论背景 早已有人如森照道生创造出来了这在前一章 已经讲了 有了这种背景禅宗的兴起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实在用不着把神话式的菩提达摩看作他的创始人 可是神秀和慧能分裂禅宗却是历史事实 北宗与南宗的创始人的不同代表性宗与空宗的不同如前一章描述的 这可以从慧能自序里看出来 从这篇自序我们知道慧能是京广东省人在红忍门下卫森 自序中说有一天红忍自知快要死了把弟子们召集在一起说 现在要指定一个继承人其条件是写出一首最好的《记》把禅宗的教义概括起来 当下神秀作继云 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情浮世莫使染尘埃 针对此继会能作继云 菩提本无数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据说红忍赞赏慧能的记指定他为继承人士为六祖 见六祖谈经卷一 神秀的记强调宇宙的心及道生所说的佛性 慧能的记强调宇宙所说的佛 禅宗有两句常说的话 即心即佛 非心非佛 神秀的记表现了前一句 慧能的记表现了后一句 第一意不可说 后来禅宗的主流是沿着慧能的路线发展的 在其中空宗与道家的结合达到了高峰 空宗所谓的第三层真地禅宗为之为第一意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知道在第三层次简直任何话也不能说 所以第一意按他的本性就是不可说的 文艺禅师 九百五十八年促 语录 云 问 如何是第一意 诗云 我向儿道是第二意 禅师教弟子的原则只是通过个人接触 可是有些人没有个人接触的机会为他们者想就把禅师的话记录下来叫做语录 这个做法后来心儒家也采用了 在这些语录里我们看到弟子问道佛法的根本道理时 往往遭到禅师一顿打或者得到的回答完全是些不相干的话 例如他也许回答说白菜值三文钱 不了解禅宗墓地的人觉得这些回答都是顺口胡说 这个墓地也很简单就是让他的弟子知道他所问的问题是不可回答的 他一旦明白了这一点他也就明白了许多东西 第一意不可说因为对于无什么也不能说 如果把它叫做心或别的什么名字 那就是立即给他一个定义因而给他一种限制 像禅宗和道家说的这就落入了眼泉 马祖788年簇 是会能的在传弟子森问马祖 和尚为什么说及心及佛 曰 为止小儿提 曰 提止时将如何 曰 非心非佛 古尊素语路 卷一 有旁居士问马祖 不与万法未履者是什么人 马祖云 呆入一口吸进吸江水 吉项如道 同上 一口吸进吸江水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马祖以此暗示所问的问题 是不可回答的 事实上 他的问题也真正是不可回答的 因为不与万物未履者及超越万物者 如果真的超越万物又怎么能问他 是什么人呢 有一些禅师用静默来表示无极第一意 例如惠中国师 775年促 与子林无此字OCR 共奉论议 寄生座共奉约 请施利益某假破 施约 利益净 共奉约 是什么意 约 果然不见非公境界 便下座 传登陆 卷无 会中立的意是静默的意 他无言说无表示 而利益其所利正是第一意 关于第一意或无 不可以有任何言说 所以表示第一意的最好方法是保持静默 从这个观点看来一切佛经都与第一意没有任何真正的联系 所以建立灵纪宗的一玄禅师八百六十六年促说 你如玉的如法见解但莫受人祸 向里向外逢者便杀 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使得解脱 古尊宗语路卷四 修行的方法 第一意的知识是不知之之所以修行的方法也是不修之修 据说马祖在成为怀让七百四十四年促 弟子之前住在横山在京湖南省上 独处一安为习坐禅凡有来访者都不顾 怀让一日将专于安前摩马祖亦不顾 实际九乃问曰 做什么 师云摩坐禁 马祖云摩砖岂能成静 师云摩砖既不成静坐禅岂能成佛 古尊宗语路卷一 马祖文言大悟于是拜怀让为师 因此照禅宗所说为了成佛最好的修行方法是不做任何修行就是不修之修 有修之修是有心的作为就是有味 有味当然也能产生某种良好效果但是不能长久 黄波西域禅师八百四十七年促说 设使横沙结束行六度万行的佛菩提亦非究竟 何以故 未属因缘造作故 因缘若静还归无常 古尊宗语路卷三 他还说诸行尽规无常 世力皆有尽其 尤如建设于空力尽还坠 都归生死轮回 如私修行不解佛亦须受辛苦岂非大错 童尽规无常 他还说若未会无心者相皆属磨叶 所以菩提等法本不适有 如来所说皆是华人 犹如黄叶未经前几指晓而提 但随缘消就业末更造新秧 同上 不造新业并不是不做任何事 而是做事以无心 因此最好的修行方法就是以无心做事 这正是道家所说的 无畏和无心 这就是会员的理论的意思 也可能就是道生的 善不受报 这种修行方法的目的不在于 做事以求好的结果 不管这些结果本身可能有多么好 无宁说 他的目的在于做事而不引起任何结果 一个人的行为不引起任何结果 那么在他以前积累的夜消除 静静以后他就能超脱生死轮回达到涅槃 以无心做事就是自然的做事自然的生活 一旋说 道留佛法无用功处 只是平常无事 阿使送尿者依吃饭困来及我 愚人笑我至乃之焉 古尊素语露 卷似 有些人刻意成佛 却往往不能顺着这个自然过程 原因在于他们缺乏自信 一旋说 如今学者不得并在胜处并在不自信处 你若自信不及便茫茫的训一切 静转被他万静回患不得自由 你若些的念念持求心便与祖佛不别 你欲识的祖佛摩指你面前听法的事 同上 所以修行的道路就是要充分相信自己 其他一切放下不必于日用平常行事外 别有用功别有修行 这就是不用功的用功 也就是禅师们所说的不修之修 这里有一个问题 果真如以上所说 那么用此法修行的人与不做任何修行的人还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后者所做的也完全是前者所做的 他就也应该达到涅槃 这样就总会有一个时候完全没有生死轮回了 对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 虽然穿衣吃饭本身是日用平常事 却不见得做起来的都是完全无心因而没有任何智者 例如有人爱漂亮的衣服不爱难看的衣服别人夸奖他的衣服他就感到高兴 这些都是由穿衣而生的智者 禅师们所强调的是修行不需要专门的行为诸如宗教制度中的礼拜祈祷 只应当于日常生活经无心而为毫无智者 也只有在日用寻常行事中才能有修行的结果 在开始的时候需要努力其目的是无需努力需要有心其目的是无心正向 为了忘记先需要记住必须忘记 可是后来时候一到就必须抛弃努力达到无需努力抛弃有心达到无心正向 终于忘记了记住必须忘记 所以不修之修本身就是一种修正如不知之之本身也是一种之 这样的之 不同于原来的无明不修之修也不同于原来的自然 因为原来的无明和自然都是自然的产物 而不知之之之不修之修都是精神的创造 顿悟 修行不论多么长久本身只是一种准备工作 为了成佛这种修行必须达到高峰就是顿悟如在前一章描述的好比飞跃 只有发生飞跃之后才能成佛 这样的飞跃禅师们常常叫做见到 南全禅师仆愿 八百三十年促 告诉他的弟子说 道不属之不知之是忘觉不知是无济 若真达不移之道犹如太虚 阔然岂可强是非也 古尊素语录卷十三达到就是与道统一 他如太虚 阔然也不是真空 他只是消除了一切差别的状态 这种状态禅师们描写为 至于李明静与神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古尊素语录卷三十二 后两句最初建于六祖谈经 后来为禅师们广泛引用 意思是只有经验到经验者与被经验者名和不分的人 才真正知道他是什么 在这种状态经验者已经抛弃了普通意义上的知识 因为这种知识假定有知者与被知者的区别 可是他又不是无知 因为他的状态不同于男犬所说的无济 这就是所谓的不知之之 一个人若到了顿悟的边缘 这就是禅师最能帮助他的时刻 一个人即将发生这种飞越了 这时候无论多么小的帮助也是重大的帮助 这时候禅师们惯于施展他们所谓 放喝的方法帮助发生顿悟的一月 禅宗文献记载许多这样的事情 某位禅师要他的弟子考虑某个问题 然后突然用棒子敲他击下或向他大喝一声 如果棒喝的时机恰好 结果就是弟子发生顿悟 这些事情似乎可以这样解释 但是施展这样的物理和生理动作震动了弟子 使他发生了准备已久的心理觉悟 禅师们用如筒底字托的比喻形容顿悟 筒底字托了则筒中所有之物都顿时托出 同样的一个人顿悟了就觉得以前所有的各种问题也顿时解决 其解决并不是具体的解决而是在悟中了解此等问题本来都不是问题 所以悟后所得之道位不宜之道 顿悟之所得并不是得到什么东西 书周禅师清远1120年处说 如今明得了向前明不得的在什么处 所以道向前明的便是及经物的及经物的便是向前明的 古尊素语录卷32 在前一章 我们已经知道按森照和道生的说法真实及现象 禅宗有一句常用的话 山是山水是谁 在你迷中山是山水是谁 在你悟时山还是山水还是谁 禅师们还有一句常说的话 奇驴密驴 意思是指于现象之外密真实于生死轮回之外密灭盘 书周说 只有二种病 一是奇驴密驴一是奇驴不肯下 你道奇驴驴了更密驴可杀是大病 山森向你道不要密 灵力人当下时的除雀驴驴并狂心碎习 即时的驴了奇了不肯下此一病最难医 山森向你道不要骑 你便是驴镜山和大地是个驴你做魔生 骑你若骑管去并不去 若不骑十方世界阔落地 此二病一时去心下无疑是名为道人 父有什么事 同上若以为物后有的便是奇驴密驴奇驴不肯下 黄伯说 雨莫动尽一切深色尽是佛事 何处密佛不可更头上安头嘴上安嘴 古尊素雨露卷三只要悟了则尽是佛事无地无佛 据说有个禅僧走进佛寺向佛像土坛 他受到批评他说你只给我无佛的地方吧 剑传灯录卷二十七 所以在禅宗看来圣人的生活 无异于平常人的生活 圣人做的事也就是平常人做的事 他自迷而悟从凡入圣 入圣之后又必须从圣再入凡 禅师们把这叫做 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白齿干头象征着悟的成就的顶点 更进一步意味迹悟之后圣人还有别的事要做 可是他所要做的仍然不过是日用平常的事 就像南全说的直向那边会了却来这里行旅 古尊素语录卷十二 虽然圣人继续生活在这里 然而他对那边的了解也不是白贝 虽然他所做的事只是平常人所做的事 可是对于他却有不同的意义 如百丈禅师淮海八百一十四年促 所说为物为解十名贪嗔无此字 误了换作佛会 故云 不意旧时人意旧时行旅处 古尊素语录卷一 最后一句看来一定有文字上的额物 百丈想说的显然是 只意旧时人不意旧时行旅处 人不一样了 因为他所做的事 虽然也是其他平常人所做的事 但是他对任何事皆无智者 禅宗的人常说 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 终日者一未曾接着一缕丝 古尊素语录卷三卷十六 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还有另外一句常说的话 丹水砍柴无非妙道 传灯录卷八 我们可以问如果丹水砍柴就是妙道 为什么是富士君就不是妙道 如果从以上分析的禅宗的教义 推出逻辑的结论 我们就不能不做肯定的回答 可是禅师们自己没有做出这个合乎逻辑的回答 这只有留带心儒家来做了以下四张就专讲心儒家 中国哲学简释 冯友兰 心儒家宇宙发生论者 轰目录 第二十三章心儒家宇宙发生论者 公元589年中国经过数世纪的分裂之后 又由隋朝 591-617年 统一起来 可是不久隋朝又被唐朝 618-906年 取代唐朝是一个强大的高度集中的皇朝 唐代在文化上 政治上都是中国的黄金时代 媲美 汉代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汉代 儒家经典战支配地位的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于622年重建起来 62S年唐太宗 627-649年在位 命令在太学内建孔庙 630年他又命令学者们准备出儒家经典的官方版 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是从前代浩凡的注释中选出标准的注释在位标准注释作书 然后皇帝以命令颁布这些经典正文及其官方注书在太学里讲授 以这种方式儒家又被重新确立为国家的官方教义 这时候儒家表现在孟子寻子董仲书等人著作中的活力早已丧失 经典原文具在著书甚至更多可视都不能满足时代的精神兴趣和需要 道家复兴和佛教传入之后人们变得对于行上学问题以及我所说的超道德价值或当时称为性令之学的问题比较有兴趣 我们于第四第七第十五等章看到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在儒家经典如 论语 孟子 中庸 特别是 易经 中已经不少 可是这些经典都需要真正是新的解释和发挥才能解决新时代的问题 当时尽管有皇家学者们的努力仍然缺乏这样的解释和发挥 直到唐代的后半夜才出了两个人 韩玉 七百六十八八百二十四年 与李敖 约八百四十四年促 他们做出了真正的努力为了回答他们当代的问题而重新解释 大学 中庸 韩玉在其论文 原道 理写道 私无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 遥以示传之顺 顺以示传之语 语以示传之汤汤 以示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 孔子传之梦可 科之死不得其传烟 寻与阳也则烟而不惊与烟而不祥 昌黎先生文集 卷十一 李敖在 父姓书 中写的也很相似 习者圣人已知传于炎子 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术 中庸 四十七篇已传于孟可 乌乎信令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示放皆仁于庄烈老是 不知者为夫子之徒不足以穷 信令之道信之者皆是也 有问于我 我已无知所知而传烟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 机可已传于十 李文公集 卷二 这种 道统说 孟子早已说了一个大概 见 孟子静心下 韩玉李敖所说的显然又是受到禅宗传述的宗系的重新启发 禅宗的说法是佛的心传经过历代佛祖一脉相传传道红忍和慧能 后来新儒家的臣子也就毫不含糊地说 中庸 乃孔门传授心法 朱熹 中庸张巨 前眼影 人们普遍地相信这个道统传道孟子就失传了 可是李敖显然感到他自己对道统婆有了解通过他的传授 他也就俨然成为孟子的继承者 要做到这一点成了在李敖以后的一切心儒家的报复 他们都接受了韩愈的道统说并且坚持说他们自己是上乘道统 他们这样说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因为心儒家的确是先秦儒家理想派的继续 特别是孟子的神秘倾向的继续 这在以下几章就可以看出来 正因为这个缘故这些人被称为道学家 他们的哲学被称为道学 心儒家 这个名词是一个新造的西洋名词与道学完全相等 心儒家的主要来源可以追溯到三条思想路线 第一当然是儒家本身 第二是佛家包括以禅宗为中介的道家 因为在佛家各宗之中禅宗在心儒家形成时期是最有影响的 在心儒家看来禅与佛是同意与前一章 已经讲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心儒家是禅宗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最后第三是道教 道教有一个重要成分是阴阳家的宇宙发生论 心儒家的宇宙发生论主要是与这条思想路线联系着 这三条思想路线 二条思想路线联系统 社會進化的三個階段 以前有三部重要的解釋 《春秋》的書 即三傳 從漢朝起這三傳本身也成了經典 它們是左傳 可能本來不是整個的未解釋 春秋而做到後來才歸附上去 公陽傳 古良傳 三傳都是以據說是作者的姓氏命名 其中以《公陽傳》的解釋特別與董仲書的學說相合 在《公陽傳》中有相同的三世說 東漢後期《和修》129-182 為《公陽傳》做解古進一部 對這個學說進行了加工 照《和修》的說法 由於自己的魯國以魯魏改制中心 《和修以》、索文氏與《申平氏》相配合 這是第二階段 在此階段 在此階段 孔子已經治好了本國進而將安定和秩序傳到 中國境內的其他華夏國家 最後第三階段 《和修以》、索建氏與《太平氏》相配合 在此階段 在此階段 孔子不僅將安定和秩序傳到諸夏之國 而且開化了周圍的遺迪之國 在此階段 《和修》說 天下遠近大小若伊、《公陽傳》、尹公元年柱 當然《和修》的意思不是說 這些事孔子都實際完成了 他的意思是說 如果孔子當真有了權力權威 他就會完成這些事 可是 即使如此 這個學說也仍然是荒誕的 因為孔子只活在春秋、三世的後期 怎麼可能做前期的事呢? 《和修產明》的道路是 孔子從本國做起 進而治平天下 這條道路 《和修產明》的 《和修產明》的 是小康之士第三階段是 《大同》之士 《禮運》 篇描述的 《大同》如下 《大道之行》也天下位公 《选賢語》 《选賢語》能講性修目 《故人不讀親其親》 《故人不讀親其子》 《故人不讀親其子》 《使老有所中壮有所用又有所長精寡》 《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 《或惡其棄餘的也不必藏於幾粒 《惡其不出於生》也不必畏異 《逝故謀畢而不心切切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必》 《逝衛大同》 雖然 《禮運》 篇作者說這種大同是在過去的黃金時代 它實際上代表了漢朝人當時的夢想 漢朝人看到的單純是政治統一 他們一定希望看到更多方面的統一 像大同那樣的統一 《逐不釋西方》雖然西方是與秋相配的 據董事說法其原因是天 任陽不任陰 陰陽味 《中國哲學簡事》 馮友蘭 儒家的獨尊和道家的復興 轟 目錄 第十八章儒家的獨尊和道家的復興 漢朝不僅在年代上繼承秦朝 而且在許多方面也是繼承秦朝 它鞏固了秦朝首次實現的統一 統一思想 為達到鞏固統一的目的秦採取了許多政策 其中最重要的是統一思想的政策 秦統一六國之後 臣相李斯尚書史皇帝說 古著天下散亂莫能相依 人善其所思學 以非尚所建立 經陛陛下並有天下變白黑而定一尊 而思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志 如此不盡則主是將忽上黨與成忽下 史記里斯列傳 然後他提出極端嚴厲的建議 一切史記除了情記 一切 百家 思想的著作和其他文獻 除了由博士官保管的 除了醫藥補式總數之書 都應當送交政府燒掉 至於任何個人若想求學他們都應當 以立為師 史記請史皇本記 史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議於公元前213年付諸實施 這雖然是徹底掃蕩 實際上卻不過是長期存在的法家思想和呼邏輯的應用而已 韓非早已說過 民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衛教無先望之語以立為師 韓非子無度 李斯建議的目的很明白 他肯定是希望只有一個天下一個政府一個歷史一個思想 所以醫藥之類使用方記之書免於焚燒用我們現在的話說是因為他們是技術書籍與意識形態無關 可是正是秦朝的殘暴促使他迅速垮台漢朝既支而新大量的古代文獻和百家 這座右重見天日 漢朝統治者們雖然不贊成其前朝的極端措施 可是他們也感到如果要維持政治上的統一還是一定要統一帝國內的思想 這是統一思想的第二次嘗試是沿著與秦朝不同的路線進行的 漢武帝 公元前一百四十一千八十七年在位 進行了這一番新的嘗試 他在進行中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 公元前一百三十六年左右董仲舒在對策中說 春秋大異統者天地之常經古經之通異也 經詩異道仁異論百家書方旨意不同是以上五以持異統 他在對策的結論中建議 諸不在六億之科孔子之術者皆覺其道務使並進 漢書董仲舒傳 五帝採納了這個建議 正式宣布儒學為國家官方學說六經在其中佔統治地位 當然儒家要鞏固這個新獲得的地位 需要用相當時間從其他對立的各家中 則取許多思想 從而使儒學變得與先情儒學很不相同 前一章我們已經講到這個折中混合的過程是怎樣進行的 而且自從五帝以後 政府總是使儒家比別家有更好的機會來產發他們的學說 董仲舒所說的大一統原則也在《春秋公陽傳》中討論過 《春秋》第一句是《元年春王正月》 《公陽傳》的解釋中說 《何言呼》《王正月》《大一統也》 據董仲舒和《公陽學派》說 這個大一統就是《孔子座》《春秋》 十位他的理想中的新朝代制定的綱領之一 五帝根據董仲舒建議而實施的措施 比起李思相使皇帝建議的措施要積極的多也溫和的多 雖然兩者的目的同樣的在於統一整個帝國的思想 漢朝的措施不是像秦朝的措施那樣不加區別的淨絕一切學派的思想造成思想領域的真空 而是從百家之中選出一家及儒家及與獨尊的地位作為國家的教義 還有一點不同漢朝的措施沒有頒布對於私自教授其他各家思想的刑罰 他僅止規定凡是希望做官的人都必須學習六經和儒學 以儒學為國家教育的基礎也就打下了中國的著名的考試制度的基礎 這充制度適用於擴充政府新官員的 這樣一來漢朝的措施實際上是秦朝的措施與以前的思學相調和的產物 這種思學自孔子以後越來越普遍了 有趣的是中國第一個思學教師現在變成了中國第一個國學教師 孔子在漢代思想中的地位 這樣做的結果孔子的地位在公元前一世紀中越就變得很高了 大約在這個時期出現了一種新型的文獻名叫尾書 尾書與金相對的譬如支部有金有尾 漢朝許多人相信孔子做了六金還有些意思沒有寫完他們以為孔子後來又做了六尾與六金相配以為補充 所以只有六金與六尾的結合才構成孔子的全部教義 當然這些尾書實際上都是漢朝人偽造的 在尾書中孔子的地位達到了空前絕後的高度 例如 有一篇春秋尾名叫漢韓茲寫道 孔子曰秋懶史記 援影古圖推及天便為漢帝製法 另一篇春秋尾名叫 眼孔圖說孔子是黑帝的兒子還列舉了孔子生平的許多奇蹟 這都是荒誕的虛構 這些尾書把孔子說成超人說成神能欲知未來 這些說法若真正統治了中國孔子的地位 就類似耶穌的地位儒家就成了地道的宗教了 可是不久以後儒家中具有現實主義和理性主義頭腦的人 針對這些關於孔子和儒學的非常可怪之論 提出了抗議 他們認為孔子既不是神也不是王只是一個聖人 孔子既沒有遇之有漢更沒有為任何朝代制法 他不過繼承了過去的偉大傳統的文化遺產史之具有新的精神傳之萬事罷了 古文學派和經文學派之爭 儒家中的這些人形成了一派名為古文學派 這個學派的的名是由於他聲稱擁有、情火、焚書之前密藏的經書都是用古文字體書寫的 相對立的一派有董仲書等人稱為經文學派 其的名是由於所用的經書是用漢朝通行的字體書寫的 這兩個學派的爭論是中國學術史上最大的爭論之一 這裡不必詳說 這裡必須說的只有一點 就是古文學派的新啟示對於經文學派的反動也是革命 西漢末年古文學派的道劉心 公元前約46年一公元23年的支持 劉心是當時最大的學者之一 由於他全力支持古文學派到了後來經文學派的人就攻擊他一手偽造了全部古文經 這是很冤枉的 近年來我看出這兩派的來源很可能上訴到先情儒家的兩派 經文學派可能是先情儒家理想派的繼續 古文學派可能是先情儒家現實派的繼續 換句話說經文學派出於孟子學派 古文學派出於荀子學派 荀子有一篇 《非十二子》其中說 《略法先望而不知其統》 《暗網就造說》未知五行 《聖僻為而無類》 《幽隱而無說》 《必約而無解》 《子思唱之夢可何之》 這一段話現代學者長期困惑莫解 《中庸》 《據說是子思做的可是在》 《中庸》 《李在》 《孟子》 《李都沒有提到五行》 《但是在》 《中庸》 《李還是有這樣的話》 《國家將心必有真樣》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第二十四章》 《孟子》 《李也這樣說過》 《五百年必有亡者心》 《公孫醜》 《下》 這些話似乎可以表明孟子和《中庸》 的作者 如果不是子思本人也一定是子思門人 在某種程度上的確相信天人感應和歷史循環 我們會想起這些學說在陰陽五行家中都是很顯著的 若把董仲書看成與孟子一派有一定的聯繫 那麼上述的尋子對子思孟子的非議就更加有意義了 因為董仲書 因為董仲書觀點的原型如果真的出於孟子一派 現在則董仲書是孟子一派的新發展 根據董仲書來判斷孟子則孟子也的確可以說是 《屁為》而《幽影》了 這個假說還有事實可以增加他的力量 這就是孟子和董仲書都以為 《春秋》是孔子所作都特別重視《春秋》 孟子說孔子聚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 知我者其為《春秋》呼醉我者其為《春秋》呼 藤文公下孟子的說法是孔子做《春秋》是做天子所做的事 從這個說法很容易得出董仲書的說法說是孔子果真受天命為天子 還有一個事實就是董仲書闡明他的人性學說時總是毫不隱晦地拿他與孟子的人性學說做比較 在前一章已經指出二人的人性學說的不同 實際上只是用語的不同 如果我們接受了這個假說認為經文學派是儒家理想派及孟子一派的繼續 那麼就只有假定古文學派是儒家現實派及《春秋》一派的繼續才合乎道理 正因為如此所以公元一世紀的古文學派思想家都具有與荀子和道家相似的自然主義的宇宙觀 在這方面荀子本人是受到家影響前面已經講過了 楊熊和王充 楊熊公元前53億公元18年是古文學派成員就是持有自然主義宇宙觀的實力 他這的太玄在很大程度上充滿了反者道之洞的思想這正是老子和易經的基本思想 他還寫了一部《法言》在其中攻擊陰陽家 當然他在《法言》中也稱讚了孟子 不過這也無礙於我的假說 因為孟子雖有某些陰陽家的傾向 可是從未走到像漢代經文學派那樣的極端 古文學派最大的思想家無疑是王充 二十七一約一百年 他以驚人的科學的懷疑精神反對偶像崇拜 他的主要著作是《論痕》 他談到這部著作特有的精神時寫到 《詩三百》一言以弊之曰 《思無邪》 《論痕》篇以十數億一言也曰 《極虛望》 《論痕》 《鐵文篇》又說是莫名於有效論莫定於有正 《論痕》博葬篇 他用這種精神有力的攻擊了陰陽家的學說 《特別是天人感應的學說》 《無論是目的論的還是機械論的》 《關於天人感應論的目的論》方面 他寫道 《夫天道自然也無畏》 《如淺告人是有畏非自然也》 《黃老之家論說天道的其實已》 《論痕》淺告篇 《關於此論的機械論》方面 他說 《人在天地之間有早失之在衣上之內 樓以之在血系之中》 《早失樓以未順逆痕從能令衣上血系之間氣變動》 《古早失樓以不能而獨畏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 《論痕》變動篇 《道家與佛學》 所以王聰衛後一世紀的《道家復興》開辟了道路 在這裡要再一次強調 《道教》與《道家》的區別前 這是宗教後這是哲學 我們要講的是道家哲學的復興 這種復興的道家哲學我稱之為 新道家 有趣的是我們看到漢朝末年道教也開始產生了 現在有人把這種民間的道教叫做新的道家 古文學派清除了儒家中的陰陽家成分 這些成分後來與道家混合形成一種新型的雜家叫做道教 在這個過程中 孔子的地位由神的地位還原為師的地位 老子則變成教主這種宗教 模仿佛教終於也有了廟與神職人員 宗教一世 它變成一種有組織的宗教 佛教幾乎完全看不出先情道家哲學 所以只能叫做道教 在這以前佛教已經從印度經過中亞傳入中國 這裡也必須強調佛教與佛學的區別 前者是宗教後者是哲學 剛才說過佛教在制度組織方面極大的啟發了道教 在宗教信仰方面 道教的發展則是受到民族情緒的極大刺激人們憤怒的注視著 外來的佛教竟然勝利的侵入中國 有些人的確以為佛教是疑敵之教 所以道教是中國本地的信仰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作為取代佛教的本地宗教而發展起來的 在這個過程中它又從它的外來對手借用了大量的東西 包括制度儀式以至大部分經典的形式 但是佛教除了是一個有組織的宗教還有它的哲學及佛學 道教雖然一貫反對佛教但是道家卻以佛學為盟友 當然在出世方面道家不及佛學 可是在神秘的形式上二者很有相似之處 道家的道道家說是不可明的佛學的真如佛學也說是不可言說的 它既不是一也不是多既不是非一也不是非多 這樣的名詞術語正是中國話所說的想入非非 在公元三四世紀中國著名的學者一般都是道家 他們又常常是著名的佛教和尚的親密朋友 這些學者一般都精通佛典這些和尚一般都精通道家 經典特別是莊子他們相聚時的談話當時叫做清談 他們談到了非非的時候就一笑無言正是在無言中彼此了解了 在這類場合就出現了禪的精神禪宗是中國佛教的一支 他真正是佛學和道家哲學最精妙之處的結合 他對後來中國的哲學詩詞繪畫都有巨大的影響 我們將在第二十二章詳細討論他 政治社會背景 現在讓我們回到漢朝獨尊儒家和而後復興到家的政治社會背景上來 儒家的勝利不是僅僅由於當時某些人的運氣或愛好 當時存在的一定的環境使儒家的勝利簡直是不可避免的 秦國征服六國靠的是以法家哲學為基礎的殘酷無情的精神 這在對內控制和對外關係中都表現出來 秦朝亡了以後人人就譴責法家的科克完全不講儒家的仁義道德 武帝於公元前140年就宣布凡是至深不害商鞅韓非以及蘇秦章儀之學的人 一律不准舉位賢良做官、賤、漢書武帝記 法家儒是變成秦的替罪羊 在其他各家中與法家距離最遠的是儒家和道家 所以很自然的發生了有利於儒家道家的反作用 漢朝初其所謂黃老之學的道家實際上十分盛行 例如武帝的祖父文帝公元前179、157年在位 救生愛、黃老、大利史家司馬談在其 論六家要指中對道家評價最高 按照道家的政治哲學來說好的政府不要多管事情 而要盡可能少管事情 所以聖王在位如果他的前往管事過多造成惡果 他就要儘量消除 這恰好是漢初的人所需要的 因為秦朝造成的苦難之一就是管的過多 所以建立漢朝的高祖劉邦率領他的革命軍隊 在進入秦朝首都長安的時候就與人民約法三章 殺人者死傷人及到底罪除此以外 秦朝的科法全部廢除 建、史記高祖本紀 漢朝的創建人就是這樣的實行 黃老之學雖然實行了無疑是完全不自覺的 所以道家哲學正好符合漢初統治者的需要 他們的政策是除秦科法與民修習 使國家在長期的耗盡一切的戰爭後恢復元氣 到了元氣恢復了道家哲學就不再適用了 而需要一個進一步建設的綱領 統治者們在儒家學說中找到了他 儒家的社會政治哲學是保守的同時又是革命的 他保守就在於他本質上是貴族政治的哲學 他又革命就在於他給予這種貴族政治以心的解釋 他維護君子與小人的區別 這一點是孔子時代的封建的中國所普遍接受的 但是他同時堅決主張君子與小人的區別 也不應當像原先那樣根據協統而應當根據財德 因此他認為有德有財的人 應當就是在社會居於高位的人 這樣是完全正確的 第二章已經指出中國古代社會以家族制度 為古幹儒家學說及與家族制度以理論根據 隨著封建制度的解體老百姓從封建主手裡解放出來 但是舊有的家族制度仍然存在 因而儒家學說作為現存社會制度的理論根據也仍然存在 廢除封建制度的主要後果是政治權利與經濟權利正式分開 當然事實上新的地主們在當地社會上擁有很大勢力 包括政治勢力 可是至少在職務上他們不是當地的政治統治者 雖然他們通過財富和聲望時常能夠對國家任命的官員施加影響 這總算前進了一步 新的貴族如官僚和地主有許多人 遠遠遠不是儒家所要求的有德有才的人 可是他們全都需要儒家專門提供的一些知識 這就是有關梵文入理的知識 要靠這些來維持社會差別 漢朝的創建者劉邦降服了他的一切對手之後 第一個行動就是命令儒者 蘇孫通和他的門徒一起制定朝夷 首次是行星的朝夷之後劉邦滿意的說 無乃今日之為皇帝之貴也 史記劉靖書孫通列傳 書孫通的做法他的同行儒者 有些人很不贊成 但是成功了由此 可以看出為什麼新的貴族喜歡儒家 學說即便是對於他的真正精神 他們也許反對也許不知 可是最為重要的是我在第三章指出的一個事實 就是西方人把儒家稱為孔子學派 很不確切須知儒家就是儒家 這種儒不僅是思想家 而且是學者他們精通古代文化遺產 這種雙重身份是別家所不具備的 他們教授古代文獻保存偉大的文化傳統 對他們做出他們能夠做出的最好的解釋 在一個農業國家人們總是尊重過去 所以這些儒也總是最有影響 至於法家雖然成了情的替罪羊 可是也從未全部被人拋棄 在第十三章 我已經指出法家是些現實的政治家 他們是能夠針對新的政治狀況提出新的統治法術的人 所以隨著中華帝國版圖的擴展 統治者們不能不依靠法家的理論和技術 這就使得漢朝以來的正統儒家總是責備各朝的統治者 而是如表法理 但是在實際上不論儒家學說法家學說各有其應用的適當範圍 儒家學說的專用範圍是社會組織精神的和道德的文明以及學術界 法家學說的專用範圍則限於實際政治的理論和技術 到家也有行時的機會 中國歷史上有幾個時期政治社會秩序 大亂人們對於古代經典的研究 亦無時間而無興趣很自然的傾向於批評現存的政治社會制度 在這樣的時代如家學說自然衰落到家學說自然興盛 這時候到家學說提供尖銳的批評以反對現存的政治社會制度 還提供逃避現實的思想體系以避開傷害和危險 這些正是合身於亂世的人們的需要 漢朝王於公元220年接著是長期的分裂和混亂 直到公元589年隨朝統一全國才告結束 這四個世紀有兩個特徵 一個特徵是平凡的戰爭和朝代的更迭一系列的朝代統治中國的中部和南部一系列的朝代統治中國的北部 另一個特徵是幾個遊牧民族的興起有的是用武力越過長城定居 華北有的是和平移入的 北方的幾個朝代 北方的幾個朝代就是他們建立的歧視 歷史中未能擴展到長江 由於這些政治特徵這四個世紀通稱六朝又稱南北朝 這是一個在政治社會方面的黑暗世紀悲觀主義極為流行 有些方面他很像歐洲的中世紀時間也有一段是同時 這時候在歐洲基督教成為統治力量在中國新的宗教佛教迅速發展 可是若是說這是文化低落的世紀那就完全錯了有些人就是這樣說的 恰恰相反如果我們取文化一詞的狹義 那就可以說在這個世紀在幾個方面我們達到了中國文化的一個高峰 繪畫書法詩歌和哲學在這個時期都是幾好的 下面兩章就來講這個時期主要的本國哲學 這個哲學我名為新道家 中國哲學簡事 馮友蘭 新道家主禮派 哄 目錄 第十九章 新道家主禮派 新道家是一個新名詞指的是公元三四世紀的玄學 結束 劉利派 直接他說